问你几个问题 同事 为什么要管你借钱 因为我心里就是 比较善良 在公司的话就是乐于助人那种人 你是对所有人都这样的吗 对的 那你对他呢 你可以直接借给人家五千块钱 而是不用还的这种感觉 两千块钱都可以搁在他这 因为借那个人的钱的时候 我也是考虑过的 但你为什么要借给人家 还不要还呢 当时也没有多想 因为他也刚大学毕业嘛 完了 他说过还了 你还每天要站九个小时 你要上下班去接送 他说过要还了 然后我就没多在意 还了没有 快还了 快还了 还没关上 跟朋友出去喝酒 别忘了你是做什么工作 司机 很少听说司机能天天喝酒 一定会影响你的工作 我相信不可能 有老板叫自己的司机去这么喝酒 老板这是害自己的啊 所以说啊 咱不要那么多虚的 面对你的爱人 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真心来 如果心已经不在了 还要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那你就是一个骗子 我现在再问你 心还在吗 知道自己过往做错了吗 知道 知错就马上改 迷途知反 现在可能还来得及 关键在于 他给不给你这样的机会了 拿出你的真意来 好吗 谢谢 他平时叫你叫什么 媳妇 叫你叫媳妇 在你们那儿 同龄男女之间 男人称女人叫丫头 这两人之间大概是什么关系 应该是刚谈恋爱 请不吝点赞 许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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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